嘿 大家好 我是惊炸 今天给大家讲过大逃杀题材的剧情片 偷录游戏 9名年轻人醒来后 脑袋上插着摄像头 他们是一场密室逃脱游戏的参与者 为了生存 他们必须相互傻卢 简单的介绍下游戏规则 游戏视察为12小时 9个人者只能有一人存活 而最后一人想活着出去 还得根据线索找到他们的钥匙 参与者头上的黑格的 就是一个摄像头 用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斗 同时也是一个要人命的东西 脾气暴躁的光头佬 不顾组织者劝阻 直接就给好了 摄像头里的酸液泄漏 光头佬直接被腐蚀致死 剩下的8名参赛者人心惶惶 游戏开始后 组织这场游戏的坏人们 正通过摄像头观察他们 然后选好各自的目标 简单下注 他们的筹码就是这些破瓶盖子 既然是赌博 当然得有彩头 组织者的彩头 就是各自的生命 游戏结束后 瓶盖子最少的人将被杀掉 镜头回到游戏场 参赛者员们都嚷嚷着不玩 大家谁也不伤害谁 但是当一把砍刀 站在他们眼前时 之前的约定瞬间瓦解 潇洒抢过宝刀 砍死一波 其他人见此 四散奔逃 就此七个人分成了三队 潇洒白衣女 大红子一队 他们是强硬派 属于主动激更型的 舒芬 悲观女 诺乐哥一队 三人是柔衡派 是被动防守型的 还有一个毒狼 因为是个哑巴 咱们就叫他哑女 先说潇洋派这队 潇洒拿着砍刀 想要砍人 但是人都撩没耳呢 最后三人 来到一个挂满钥匙的地方 为了找到正确的钥匙 大胡子挨个尝试 试了百八十把 也没找到 气急败坏的踢倒贴头 却意外收回一把枣子 大胡子没有生扎 偷偷将枣子藏在身上 柔和派这边 正在闯一个关口 舒芬通过观察 找到了关口的规律 于是架着 备观女和诺若格 闯过了飞钉关 之后在地上 找到一个紫外线灯 按照地上的钥匙指引 成功找到了 挂在高处的钥匙 舒芬自告奋勇地 爬上铁架拿钥匙 当拿到钥匙 扔给地上的同伴时 潇洒带略傻到 潇洒人狠话不多 味道便看 诺若格惊险躲过 备观女捡起钥匙 爬上铁架 白衣女紧追起头抢脱 爬到铁架终结 恐高正发作 悲观女瞎得动弹不得 在白衣的挖苦下 悲观女哭着说 我只想回家 然后就撒手朝铁养区 舒芬一着急 想要跳下去救人 但理智告诉她 跳下去也白打 所以最后没敢撒手 可想上也上不来了 最后因为力竭 坠了下去 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下 舒芬并无大碍 只是衰晕了过去 而悲观女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为钢筋刺砖胸膛死了 大胡子拿走 悲观女兽的钥匙 想要偷溜时 被潇洒堆在了墙上 潇洒逼问钥匙在哪 大胡子说没找到 白衣女追上来后 穿上了大胡子的往年 潇洒控制住大胡子 白衣女对大胡子的搜身 虽然没找到钥匙 但却找到了她口袋里的枣子 白衣女质问大胡子 在哪弄到的 为什么不说 敏感的潇洒质问大胡子 是不是想从背后捅我们 看着大胡子有点的眼神 潇洒挥刀就赶 大胡子的腿被潇洒砍伤 舒芬从昏迷中醒来 碰到了独自行动的衙女 两人一派计合 结成联盟 在寻找懦洛哥时 和被砍伤的大胡子响鱼 大胡子本想用地上的汽油 烧死两人 但是还没来得及点火 就被懦洛哥从背后捅死了 与此同时 潇洒和白衣女来到出口守住戴图 舒芬看着懦洛哥流血不止的胳膊 脱下吊带 帮她包扎伤口 懦洛哥被舒芬的傲人身在吸引 许诺不会让她死的 舒芬行动地亲吻懦洛哥 在时间还剩一小时二十分钟的时候 幸福的五人 经了终极对决 舒芬跟牙女换了外套 然后用钥匙将小洒引走 小洒追着舒芬来到汽油房 气势汹汹地朝方中央的懦洛哥杀蓄势 被藏起来的舒芬喝了一身汽油 小洒先是砍了懦洛哥一刀 然后直愣愣地朝舒芬扑去 懦洛哥用火石点燃汽油 大火很快就烧到了潇洒脚下 潇洒就这样被烧死了 出口出 牙女也跟白衣女展开了生死活动 在警棍的压制下 牙女取得绝对的优势 结果万万没想到 白衣女用藏起来的枣子 出其不意地反杀了牙女 最后舒芬扶着重伤的懦洛哥来到这里 看着死掉的牙女 舒芬气愤地砍掉了白衣女的脑袋 然后拿着钥匙开门 但是按照游戏规则 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门才会打开 于是身受重伤的懦洛哥选择自杀 让舒芬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舒芬就这样活了下来 组织者也决出了胜负 平盖尔最少的人被套上恐怖斩首 而舒芬则被要求成为组织者的一员 调选下一轮游戏的参赖者 舒芬本不想加入 但是他们竟然杀了舒芬的室友 嫁祸给他 而想要免受牢狱之灾 就得加入他们的游戏 舒芬只能被迫接受 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复仇 于是舒芬利用自己的美貌 跟游戏幕后的大佬勾搭在一起 将挑选他们的组织者 送进游戏场玩大逃杀游戏 并将游戏时间改成一分轴 而且无人能活的设定 直接宣判了诸多组织者的死刑 而舒芬则坐上了幕后大佬的车 远走高飞 按舒芬的尿性 这个大佬估计也难逃一死 这样就此结束